由搜狐视频独家播出的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再次来袭 8月8日下午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在上海开始录制那英导师对考核部分的内容 当天的发布会上 那英的梦想导师吴清风自曝他是接到好友赵惠妹电话 要他做那英的梦想导师 吴清风做那英的梦想导师 很多人好奇的是 吴清风和赵惠妹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发布会现场吴清风自己揭开了谜底 其实是阿妹打电话给我 要我做那姐的梦想导师 就是当初娜姐打给我是叫阿妹打给我 他们两个在上海 然后听说娜姐就直接说 阿妹你打给清风我要找她 吴清风从未当过唱歌类节目的评委 台上又是四位资历很深的优秀歌手 他的压力着实不小 然而阿妹做足了前线搭桥的工作 对清风动之以轻小之以理 最终说动了清风 首次担任音乐节目的导师 吴清风做足了功课 每天都会看十多个中国好声音视频 对于学员培训 吴清风表示他会在改编和情感投入上给学员帮助 学员常常会希望在一首歌里表现很多东西 我就会帮他们删减一些 让他们能有刃有余 录像前一天 吴清风与娜英对新一届小儿班展开魔鬼训练 吴清风透露 每一个学员都非常好 以至于他们唱完 我和娜姐只能互相望着摇头 实在纠结 彩排的时候 娜姐就已经哭过了 除了跟娜英和张慧妹关系匪浅 吴清风还表示 王峰是他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我们的声音差异很大 但如果合作 应该也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